画面上是中山区复兴路和德安路口附近的后车亭 长长的排队人龙在等国光客运1813D路线 上班尖锋时刻,许多民众反应经常客满上不了车 主要是因为复兴路一带增加许多大型社区人口 许多通勤族希望能够再增加班次 要早一点出门,对啊会啦,如果上班时间会 会不会来不及上班? 会啊,八点半的班来不及 那需不需要说增加班次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有需要 怎么说? 因为人口越来越多了,其实像我这边有可能等一下车来了 也会有搭不上的问题 对 因为其实现在新衡兵还有那个孟岳城 陆陆续续的住民住近来,人数的确是有增加的减价 对,所以可能会造成比较晚的人可能就搭不上那一班车 所以可能就是建议有些人可能也是得提早一些时间上班 这边盖好了,然后那边也盖好了,就是蛮多人进駐 会不会希望说这个车是可以增加还是? 对啊,对,然后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南京东路线的 所以可以希望增加南京东路干线 那我们会跟国光客运来建议,就是说 譬如说他从车站这边过来 那能不能从这个流浪头这边来发车 那这样子后面这一段的民众就会比较容易上的 因为这个都排真的超长,然后可能只上10个或者15个 但是就去排 是是是 但我们又等一个小时 是是是 对于通勤族的交通需求 市议员郑文婷到排队现场关心了解 市议员施伟政也持续关注这项议题 将持续向国光争取改善 那固然国光客运在昨天已经有公告说 在16号开始8点05分会增加一个班次 但是对于民众来讲 因为像现在是7点半之前 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在7点到7点半之间 加开班次来疏解这一个韵量 那第二个就是说也有民众来反映 就是说因为其实从这一站到最后一站 其实几乎很多民众上不了车 那我们也知道司机很辛苦 都要预留这个座位给后面几站的这一个乘客 但是预留的这个数量总是有限 我们会来争取看看能不能从流浪头 这边来加开一个班次 让后面这几站的乘客 能够在一次的韵量上面 就能够得到解决 现在国光客运 特别在增开了一班 8点05分的班车 希望可以疏解我们尖锋时段的用车人潮 那当然这件事情距离 我们1813D能够成为中山区的2088 也就是每5分钟一班的成绩快捷公车 仍然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希望国光客运能够快快的解读到 我们这些上下课以及有成绩往返通勤需求的民众 大家的心声能够尽快的再加开班次 让许多住在这里的居民 甚至是我们西岸的一些观光景点 能够加以活络 通勤族赶着搭车上班 地方民意代表深切了解民众对于班次的需求 将持续向客运业者争取改善 设法解决这项问题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